鸡肉马桶刚刚与大射像达成友好共识 一句话说完 砰的一下就被打飞了 所有人都猛圈 包括大射像在内 竟然是不知死活的天文又一次出现在空中 并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马桶人与监控人的第二次战斗合作这么快就来了 不过大射像在这种战斗层面中竟然没有任何的作用 真正的输出还是靠G小队来完成 好在蜘蛛监控在旁边能够适时地补刀 结果还是被鸡肉马桶给抢了 按照大福克过往的寄生马桶案例 天文自爆有可能在几个月后突然出现 大家可以保持一下关注 这次天文派出的仍然是一些小喽啰 目的是让G小队再表现一次他们的强大 尤其是DJ马桶的声波炮 对付这些小卡拉米真的是一吹就飞 对比之下镰刀阁有些拉胯 居然还在使用老旧的榴弹炮攻击 也许是他在藏捉 或者是给其他人留出表现的机会 最尴尬的就是大射像 在这里真的变成了一个摆设 真心希望在正版里监控人不要沦落如此 真的是太令人伤感了 本以为战斗结束 但是天文小卡拉米只是拖延时间的炮灰 天文的主力部队已经尽数赶来 带头的是近段时间最猖狂的面具天文 实力差距太大 大射像只能仓皇躲避 将战斗交给G小队 这里可以看到肌肉马桶 凭借天文武器就能进行正面对抗 所以刚才的担忧是多余的 大射像不欠缺战斗技巧 只需要装备再次升级就没有问题 这时面对的是天文的主力 G小队终于遇到了麻烦 无往不利的杰克逊的伤害 已经无法直接毁灭一只中等级天文 需要DJ马桶的协助 不过旁边面具天文也不是吃素的 已经趁此机会准备发射空间踏线炮 不过监控联盟的泰坦电视已经赶来 他在之前为了保护其他人选择撤离 早就憋了一肚子虎 现在就是到了发泄的时候 然而他还是欠缺对付天文的经验 开局就陷入劣势 不过他的传送技能已经修炼到顶级 适应了面具天文的速度后 立刻扳回一场 此时再次出现黑烟 竟然是泰坦昆曼传送过来 打了面具天文一个出手不及 泰坦电视人第一时间亮出利刃 却被泰坦昆曼用言语阻挡 他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打在评论区里好吗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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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专门来打人 我们没有来打人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